中正大學運動人口相當多 但是到了冬天天氣下降 筋骨容易緊繃 卻忘了做好暖身運動 到了冬天我們天氣冷了 我們要運動的時候 可能我們做操和收操的時間 都要比平常在夏天時間還要長一點 我們的肌肉就比較不會筋軟 一旦筋軟了又繼續運動的話就很容易受傷 有一次冬季訓練的時候 就是暖身不足 然後我的後大腿肌有點拉傷 通常冬天受傷不是大腿肌就是前大腿肌 因為他們在激烈的運動突然用力 肌肉還沒暖和 然後就突然太硬就拉傷 這對運動來講是很大的痛苦 運動傷害發生的主因主要是因為 肌肉還沒有進入運動的狀態 預防更勝於治療 讓我們請瑜伽老師教我們如何正確的拉操 先做手腳碗關節 因為這個是我們很重要的關節 而且比較不會讓我們受傷 第二個就是我們可以抬腳 做抬腳的動作 用力的抬腳 而且抬腳的時候你要提肛提腹 這種基本的簡單的動作也是一個很好的 讓我們的心跳還有肌肉快速提升 第三個動作就是要拉拉我們的小腿和大腿 後腿肌型 比如說這樣子 這個公布 公布 這很容易 我們的指尖在前面 然後做個公布 重心在前面 然後後腳伸直 這個動作不但可以強化我們大腿的肌力 還可以拉到我們的小腿 這個地方做完了再換邊做 再換邊做 最後我覺得我們應該做一個全身的動作 像這個動作你都可以做 最後要結束的時候盡量做這些動作 讓我們的全身的心跳很快就上來了 還有我們肌肉的溫度很快就上來了 所以有一點有氧的動作 是很快就會讓我們身體進入狀況 知道我們告訴我們的肌肉 我們要去做運動 校慶期間大一新生拉拉隊練習多在戶外 冷風不斷的吹容易造成筋骨僵硬並受傷 那時候我覺得其實我身體應該已經不行了 然後我還硬沉 然後所以才會 我背才會受傷 因為緩衝空間不足 我膝蓋就是直接往地板上撞擊 那造成就是韌帶有點受傷 那當然因為拉拉隊很多同學都是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這個賣力在練習 那有時候這個練的時間太長了 真的是因為太過勞累了 體力會不夠 會造成很容易造成很多運動傷害 那以拉拉隊來講 這個男同學他在下面的話 他都是在撐的 所以很多同學都是手腕手肘肩膀 這個都是很容易就是使用過度就受傷了 那也有就是因為往上撐 所以膝蓋也要用力 所以這跟長腺運動傷害都是差不多的 膝蓋腳踝都是一樣都容易傷到 有的是腰也容易去拉傷 其實拉拉隊跟其他球隊運動是一樣都是安全的 只是就是會知識錯誤 所以很容易受傷 再加上因為我們校慶的時間 再加上平常我們校隊練習的時候 就是其實很怕冬天 主要是身體容易暖不開 再加上冬天的時候足球場 田徑場比較濕 比較容易滑倒受傷 然後筋暖不開的時候就更容易去拉傷 所以在錯誤的姿勢下 再加上天氣太冷 會容易去受傷 就是拉到肌肉拉到筋 而且也很容易感冒 然後感冒身體無力 所以做技巧起來就會更危險 學校的室內運動以羽球最受歡迎 不需要肢體的碰撞 能減少受傷的發生機率 羽球運動因為它是非常激烈 那冬天運動的時候 那個如果沒有肉身 肌肉容易那個 就是它的肌肉之間的那個潤滑不夠 那你在運動的時候容易拉傷 那麼它拉傷的部位 就羽球常用拉傷部位 就是腳踝關節 還有小腿肚的肥腸肌 比目乙肌 還有膝關節的那個韌帶 還有就是手腕的部位 還有肩關節 還有時候你殺球多的話 背肌也會拉傷 那所以說在選手那個訓練當中 冬天的時候一定要 保暖它 然後在開始運動之前 先保暖 多做一些肉身 那肉身過的話 它的潤滑 肌肉跟肌肉之間的潤滑就增加 那麼在做強烈的運動當中 肌肉就比較避免會在室內傷 或者是韌帶也容易比較保護得好 冬天更適合室內運動 室內運動 溫度有助於暖身及拉操 能做到運動傷害的防護 中正儀報王浩宏 林冠軍嘉義民雄報導 我不會讓你打刪 好了 很iskt 咖啡 哈哈哈 什麼 啊 八 一 grill 好吃